你不知道 你想 且听赌鞭 这行得通吗 他全部心思都摆在那字画上 他哪会注意到这些 再说就算被他发现 到那个时候 或许我们已经得到 我们想要的东西了 这万一 要被发现了怎么办 步入虎穴 焉得虎子 再说我们已经被他 逼到这个份上了 只有主动出击 才不会受到他的牵制 那倒也是 我相信啊 杜鞭他也一直在找警团 那毕竟他们的人手和资源 都比我们充沛得多 一旦有发现 我们只要抢在他们之前 行动就行了 我在想 这万一杜鞭 不把自华带到办公室怎么办 那就直接送到特高科去 送到特高科 那这伙怎么送过去啊 那个杨棺材不是要去灵赏吗 可以找杨棺材 找杨棺材 他能答应吗 这有点可图 他一定会答应吧 来 可以试一试 那好 在你把津鞭设备架好之前 我也应该出现在杜鞭的事业里 好几天都没动你了 他也许会怀疑 那是不是太危险了 那不会 我出现才不危险 尤其在这个时候 他不会轻举妄动 他就想知道 我从警察那儿得到了什么 你赶紧去办吧 好 我马上就去 等等等等 另外 你跑一趟宏卫港 看看那里是不是 真的像德森所说的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没问题 请 监车得住吗 小马已经把车停在村口了 我已经暴露了 必须换一种方式进去 亚南就托付给你了 我会安全把他送进去 咱们进入租界后 还是在老地方 印刷厂仓库解密 行 你这东西品价还行 你这东西品价还行 可我怎么又没看明白 这到底哪儿值钱呢 那我就告诉你 那我就告诉你 全上海 李流芳最好的东西 可都在你面前了 这 真的假的 你没护卤吧 不信哪 找个买主试试 买主哪儿都有 万一你这东西是假的呢 假不了 我就知道 特高科的渡边正在收这个 你说 我敢拿假的吗 那我就奇了怪了 你知道渡边在收这会儿 你干嘛自己不去 我实话告诉你 这两件东西 在外头见不得光 你懂我的意思吗 原来这两件东西到你手里头 不干净是吧 这这 这不是你偷了驴让滑爵的吗 我不干 再不干净的东西 到了日本人手里 可就都干净了 你说 谁还敢上日本人那儿 较劲去呢 是 倒也是这个驴啊 我明天去见赌鞭 这货我能帮你出了 这价钱嘛 你自己掂量就行了 不管咱们的 钱到了手 你拿大头头没关系 我就是缺钱 不管你留多少 我都收 爽快 但有一点 不管你想什么办法 这两件东西 必须要送到渡边的手上 不然留了出去 被人发现的话 早晚要插到咱俩的头上 你以为我缺心而无啊 咱拿钱走人 能给自己找麻烦吗 是不是 好好好 这事就这么定了 明天你到渡边那儿回来 我来找你 放心吧你 一分钱少不了你的 走了 抓紧时间 要不然我就没辙了 你怎么这么惹怂 你走走走走 等 等我拿钱吧你 走 буд学 showed up 快去 快去 好 救命啊 身车 決定 我 给我 纸张和游墨 这是提货用的储库单 还有我们两个人的通行证 把这个箱子给我打开 什么都没有 全是纸张和游墨 好了 下来吧 好 放行 什么 给我送 发现一些医药用品 还有血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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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有情况 有情况 快追 是 站住 往哪儿跑 站住 快 别跑 快 这边 报告 冯楚良那里有什么行动没有 没有 会不会是我们把冯楚良逼得太急了 他对情报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 冯楚良不会是这样的人 我们把他逼得越紧 他就一定越想拿到那份情报 因为这对于他来说 已经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只要这份情报到手 那他就可以 在我们或者重庆那边 任意选择一条对他有利的路来走 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我觉得 迫许他在准备什么 但就这么盯着他 确确实实没有太大的作用 还是要继续盯着不能放松 对了 还有一个人我们可以好好利用 您是说他的女儿冯与飞 你说得很对 冯与飞知道的 说不定 会比冯楚良知道的还要多 毕竟他和唐宗年 有过十分密切的接触 我会去叮嘱冯与飞他 我会去叮嘱冯与飞他 他现在情况很危险 需要马上治疗 我想现在去趟教堂 让宇飞过来 宇飞不能来这里 而且我们必须马上撤离 你被发现了 讯部房已经注意到我了 很快会查到这里 那这样 我现在去一趟教堂 我让宇飞想办法给我们搞点药来 一定要注意安全 放心吧 我现在能这么往 我们不想够 你可能会拨出没疯狱 我现在想要 搜击 你放心吧 我现在能够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出什么事了 宇飞 不好意思 我也要麻烦你了 雅南的病情恶化 高烧不退 伤口感染 所以现在很危险 怎么会这样啊 他在哪儿啊 带我去看看 我不能带你去 我刚把他转移回租建 那个地方不太安静了 所以你不能去 你想办法帮我搞一些要量 这怎么行啊 这样吧 你把雅南送到这儿来 教堂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而且日本人不会在这儿胡来的 神父那边 我会跟他说 这神父可靠吗 你放心吧 他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一定会帮我们的 这样吧 你把雅南接过来 然后直接送到告解室 在里面等我 我现在会去拿医药箱 快去啊 不要耽误时间了 好 岳飞 谢谢 教堂安全吗 岳飞已经跟雅当神父 打过招呼了 神父也同意了 在那儿给雅南看病 应该没问题 雅南的伤不能再拖了 我们得赶快把他送过去 那我们走吧 来 雨飞回来是吧 对 回他自己房间了 得胜呢 得胜没跟他一块回来 得胜没回来 他一个人回来的 爸 刚回来要上朗圈 我回教堂啊 回教堂 那背个药箱干吗 亚当神父一个朋友病了 他晕倒了 我去给他看病 送医院就好了 干吗让你帮他看 他的病也不是很严重 吃药就行了 让老娘送你去 不用 我自己去就行了 医院的车搬到上会来接我 而且我还需要去医院补充一点药 您放心好了 得生个晚上会来接我的 道长 小心点啊 好 那我走了 好 雨飞 陈嬷嬷 来 原本这些药 真的不能拿给你 你也知道 因为现在抗生素 本来就比较紧缺 亚当神父既然开了口 那还是要帮他的 谢谢陈嬷嬷 不用 不用 雨飞啊 你现在能给人继续治病 我真的很高兴 但是一定要记住 千万要吸取上次的教训 凡事多留点心 我知道了 那你就先走吧 估计他们也等急了 那我先走了 再见 陈嬷嬷 陈嬷嬷 好几天没见 你还好吧 前野先生 你这次到我们医院来 又是为了什么事 不为什么 我只是来关心一下 雨飞小姐 听说唐宗年在码头 已经被日本人打死了 所以你们以后 就别再缠着雨飞了 这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陈嬷嬷 我知道你很忙 所以我问你一句话就走 希望你可以继续配合我的工作 这次你们又想知道些什么事啊 刚才你给冯嬷飞的是什么药 那不是什么药 只是我送给他的一包茶叶而已 你应该很清楚 法租界里的管理制度 擅自把药品拿出医院的话 是要被处罚的 勤结严重 可能会连累到整个医院 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吧 你听着什么 我最后一次问你 你给冯嬷飞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不回答的话 我只能请寻补房的人来问 你看你是如实回答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呢 还是让寻补房的人 把整个医院都封了 然后再慢慢地处理这件事呢 部队医 объ 部队员 都没有了 这梵劲 会儿 不是 自己在无纪 怎么说 冯玉飞去了一趟公寄医院 从医院里拿出了一些抗生素 我觉得他这个时候拿这些药 说不定是给那个受伤的雅楠看病的 他受了强伤 一定缺少医药和救治 所以叶景棠就找到了冯玉飞 对 从药品的准备和数量上来看 应该是去救雅楠的 冯玉飞现在去哪里了 已经去了教堂 你马上多带些人手过去 把他们堵在教堂里 在教堂里动手 会不会有什么麻烦 只要抓住了人 就由不得他们说什么了 公布局要是抗议 就把抓到的人给他们看 料他们也说不出什么 你一定要记住 封玉飞和叶景棠 韩东霖 都要抓活的 是 封玉飞和叶景棠 封玉飞和叶景棠 来 你是亚当神父吗 我是 快进来 快进来 来 来来 给你添麻烦了 不用客气 这位小姐的情况怎么样了 已经虚脱了 需要马上治疗 先把她带到里面去休息 好 早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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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情况怎么样 我们看到冯玉飞了 他拿着医药箱 急匆匆地跑进去了 什么时候进去的 就是在刚刚 我们要不要马上行动 马上包围起来 全部到位之后 一分钟以后开始行动 记住 一定要抓到叶锦堂 冯玉飞还有韩东力 证据给我抓活的 是 都给我好好查 一个地方都不是错过 站住 都给我站住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竟然带着武器进来 对不起亚当生 我们正在追捕嫌犯 给您添麻烦 嫌犯 怎么可能跑到我这儿来 你们赶紧出去 你们不能在这里冒犯天神 这些人非常危险 我担心他们藏在这里 会给您带来麻烦 你一定是看错了吧 我这儿 根本就没有什么人 如果你再不走的话 我马上就给工董局打电话了 把枪收起来 亚当神父 这样就不算冒犯了吧 你 你们已经冲犯天神了 上帝是不会宽恕你们的 给我搜 搜 你们 我要抗议 你们不尊重我们的教义 你这样闯进教堂 你们不会得到宽恕的 亚当神 我只要得到我想要的 至于宽不宽恕 这跟我没有关系 给我搜 是 你们回去搜 快点 不要抗议 继续搜 神父 神父 这是怎么了 走 驾 走 冯小姐 你在教堂干什么 这里是告诫室 我当然是来做告诫的 既然是来做告诫 怎么还会带着药箱 因为我刚从工济医院回来 你去工济医院做了什么 是吗 教会来了几个小孩 他们生病了 所以急需要用药 我就去找陈某某拿药了 我知道 我这是违反了租界的药品管理条例 可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 你们在医院那时候 就已经问过我问题了 我该说的都说了 你们还想要知道什么呀 报告 什么也没有发现 对不起 神父 这可能是一场误会 这次 我一定要向工董局抗议 你们以后也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行为举止 这里不欢迎你们这样的人 如果只是来告诫 来求得宽恕 我可以答应你们 也愿意为你们的罪行求得赦免 但前提是 你们必须停止这一切无理和暴虐的行为 我现在请你们出去 给我撤 凌妃小姐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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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小姐现在怎么样 不太好 这里是教堂最安全的地方 除了我 没有第二个人指到这里 于飞 你就在这里放心地 给你的朋友治病 谢谢你 谢谢亚当神父 谢谢 有什么事情 你们可以随时找我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你们先帮你们的朋友疗伤吧 我走了 我走了 公积院的药品 这什么药 我查过了 都是消炎用的 还有一些纱布和药棉 都是代谢的 还有什么发现没有 从房子里面用过的碗筷来看 大约也就三五个人 不禁语飞去过那儿 德尔森也去过那儿 他们俩都没跟我说实话 他们会不会发现什么了 这锦堂是不是 拿到唐宗年的那份情报了 我看得很清楚啊 唐宗宗根根本就没给锦堂任何东西 只是跟他说了几句话而已啊 要是唐宗年直接把我们俩的名字 告诉了锦堂怎么办 不会 不会 我跟锦堂相处了几十年 难道得不过唐宗年的一句话吗 这就奇怪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看来这个突破口只能摆在德尘和雨飞身上啊 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消息 在雨飞身上啊 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消息 阳光在那里怎么样 今天下午四点 他去渡边那里领赏钱 我让他把字画给带上了 好 陪我出去一趟 去哪儿 钓鱼 请 来 杨棺材 你这次提供的情报 非常珍贵 唐宗年 上传的时间地点 都很准确 看来你比我的那些手下 可要强得多啊 杨棺材 杜元先生 千万别这么说 您这不是折煞小的吗 你 上次确实亏待了你一些 我的心里 一直觉得过意不去 你 所以今天叫你过来 也打算给你一些补偿 补偿 别这 杜元先生 您弄得我多不好意思 您这 杨棺材 记着 以后再有什么重要的消息 一定要及时地告诉我 我希望以后 我暂数过去找你 那是你能经常地来找我 那是肯定的 杜元先生 有您找我 接受得怎么样 我八家来不及呢 隐约地可以听到他们一些谈话 可能杨棺材 为了钱谁的生意都做 我最担心的 这会不会 让杜鞭发现 这只是战事的办法 你尽快在他们附近 找个地方安排监听 我已经安排了 就在他们附近 找了一间房子 设备下午就能到位 什么字话 就那么值钱啊 看来这方面的消息 你也知道不少啊 这东西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啊 他们说叫 叫 叫 流芳什么的 这两夫子 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要一朋友 平时特好多 还交两口呢 这不是嘛 他把钱都赌光了 还欠了我两三个月的烟钱 您看 我这也是开门做生意 那咱能干吗 他天天抽着打烟 逍遥快活 那咱就不能喝西北风不是 所以 我就 我就拿了他两幅画 顶了烟钱 您也知道 这玩意儿在我手里 就跟擦屁股之没区别 他不要闷了钱呢 所以我就想找个买主 想出手呢 你想买多少钱 得了 您给我六千块 你要六千块 我可以给你 除了买你的字画之外 也算是 给你那份情报的赏钱 那多 多 多 好啊 谢谢多伯爷 谢谢 另外 昨天 刘家港码头的强战 听说了没有 听说了 那能不听说 他动静大着呢 听说死了好些人哪 我想让你帮我 去打听 几个人的下落 什么人 杜鞭让杨外财打听 警堂和韩栋宁的下落 下午就把监听人员弄到位 随时注意他们的消息 动作要快啊 我明白 就他娘们给这么点 解采叫什么 涂变 他奶奶的贵孙子 我推 宜妃 冯医生 亚能怎么样 有危险吗 她是伤口感染发炎导致的 我已经处理好了 这瓶药你们留着 记得每天给她吃一颗 好 给你添麻烦了 与妃 与妃 别说话 没事的 一会儿就好了 好好养伤吧 没事的 那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好 我送你出去 前夜的人一定还会盯着你 你一个人出去 太危险 没关系的 他们已经来查过了 查不出我什么东西来 再说了 得胜哥一会儿会来接我的 要不然我们先撤出去 不行 我想前夜这会儿 一定对教堂加强了控制 暂时出不去 尤其是你 你已经暴露了 我知道有一条路 可以通向隔壁的福利院 要不 请堂哥你跟我去看看 如果你们要出去的话 说不定可以走那边 那好 我跟他上去看看 你在这儿等我 好 好 主编 我没事 安心养伤吧 好 你还会要走 通过大约 的话 放下 可怕 我拿出来 我就要给你 赶索就要救了 他把它有竟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我一个人出去没问题 可我担心韩东霖跟雅南 他们走不了 要不 我去找德胜哥让他来帮你 不不不 千万别告诉德胜 锦汤哥 你们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雅南会跟爸爸 在同一天受伤 你们之间到底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雅南受伤跟你爸没关系 玉妃 你相信我 他们是好人 韩东霖和雅南是共产党 他们都是抗日救国的英雄 我知道他们是好人 可是我就是想知道 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玉妃 你记住 只要不跟任何人说起我们的事 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保护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 雅南姐现在受了伤 要把他送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如果需要我的话 你就告诉我 如果不介意的话 你们可以留在这儿 亚当神父 玉妃小姐的朋友 应该是值得信赖的人 但是神父 您刚才看到了 我们的人受了枪伤 而且日本人已经盯上了教堂 并且直接对你构成了威胁 正因为日本人这么做 所以我才觉得你们应该 选择留在这儿 日本人擅自闯进了教堂 我已经向共同局提出了抗议 他们不会再乱来了 教堂和地下室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日本人就算闯进来 他们也找不着你们 你们可以等 雅南小姐把伤养好了以后 然后再想办法离开这儿 锦堂哥 我觉得这是现在最好的办法了 那谢谢你了 玉妃 我先去地下室看看 你自己小心 放心吧 一会儿得胜哥会来接我的 我先去地下室 玉妃 得胜哥 我来接你 先不用跟着冯玉妃了 先不用跟着冯玉妃了 或许她是故意想把我们引开 你们在这里盯着 我就不信他们进去了就不出来 我先去汇报 好 你们盯好 亚当神父已经同意我们留在这儿了 对 我觉得这样也好 一来 亚南可以安心在这儿养伤 二来 我刚才上去看过了 渡边的人已经盯上这儿了 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出去的话 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 别给神父带来什么麻烦 这个你放心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我可以出去行动 毕竟渡边他们不认识我 外面的行动就全靠你了 亚南好点了吗 好多了 告诉冯医生 让他也注意安全 我们这次又给他添了不少麻烦 以后亚南没有事 也让他少来叫他 现在日本人也盯上了他 这对他来说也非常危险 我跟宇飞交代过了 如果有及时找我们的话 神父会帮忙传话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尽快找到唐租年的情报 你不想生不想生不少 人吗 是 你不想生不想生不想生不开 你不想生不想生不开 你ste件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